停止盗窃选票支持川普连任 11月14号加州首府杀家免渡州议会大楼前 聚集大批和平抗议的民众 支持川普总统发起法律诉讼 换位选举公正 因为川普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今年大选他在加州获得了 华裔和越南裔选民的空前支持 第一 川普总统是他在那个政策上 支持香港人去打击中共的政权 第二 他自己本身的选址里面 有一个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很多造假的 而且这个主流的媒体 还是那个配合去审查 那这些手法我们觉得很熟悉 我们过去自从去年6月以来 就是在香港见证了很多 这样类似的默黑的那些事情 川普今年在深蓝加州 获得553万多票 打破了历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在该州最多选票记录 在加州 58个县中有23个县 川普的支持力超过拜登 我听到他拥有钱 我会被损到中共的票,因为它被拗议了 有些钱被损到中国的票, 让美国的票, 在美国的票, 在美国的疫情, 所以我会被损到中共的票, 所以我会被损到中共的票, 我认为每个票是被损到的票, 然后是做法, 然后是一个黑派的票, 如果不是,我们会被划算到 中共和 Socialism, 集会组织者表示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舞弊案件不断曝光 加州首府下周还将举行大型的抗议活动 呼吁更多民众加入 新唐旧金山记者站加州首府沙甲缅度采访报道